大家好,我是Stanman Sho,今天會為大家介紹足球學會 學習目標分開兩部分,第一是黑盡己任,第二是團隊精神 足球學會由領袖身和教練前組成的外聘教練 袁志希老師,我蘇惠俊老師,還有一大班學長,即是我們的舊身 顧錦輝教練是前香港足球代表隊的隊長 現時單有南華甲組足球隊教練 他的資歷和經驗絕對可以推動你們在足球中快樂成長 可以在這個網址見到我們的練習花絮 花絮的不錄內容 一路做的練習方向就是專注練習 一班人來想如何踢好球 投入去友誼賽,建立正面文化 例如面對壓力,認識自己的優劣,學往改進真誠心 Play together, learn together, improve together 中間我們今年有前能進展 上課日的恆常訓練時間,不論是全日或半日課 都是逢星期三、四點半至六點,校內操場 星期六我們有校外訓練,通常在早上 長假期我們盡量維持在星期一、四月一週兩操 校外訓練場地,新鮮滾熱 我們剛剛在暑假期間,游賽了衛里中學 勝是堤犯書院,有沒有片看?當然有啦 中間有八月之家開來,正在 drop下 海外訓練、水平、天然おск пять 一年,大 –七、八、七、七、七、八、七、八、四、二、三 全空中 that can run我 пис去 剛才是送盒、我們必須提供應 !? 足球學會接下來會做選拔 注重技術跟蹤鬥志 有技術欠鬥志行鐵不成桿 有技術可以慢慢鍛鍊 鬥志才是智性關鍵 多謝大家